特斯拉 特斯拉,毫无疑问是电动汽车的领军者,背后是美国强大的工业基础支撑,硅谷最先进的科技扶持。 但身为一台电动车,特斯拉Models售价98到123万,Models售价87到150万加价后售价,不免让人疑问,凭什么卖这么贵?近日,某家媒体拆解了一台特斯拉Models底盘,旁观的人都愣了。 这和国内的电动汽车结构完全不同,首先看到Models的电池板,密密麻麻的铺装在整个底盘中间,仅仅是电池就重达900公斤,电池的容量为85000瓦时,普通家庭一个月也用不到这么多电。 怪不得特斯拉的续航里程,能达到550公里左右,电池板的上层有保护膜,下层有防火护板,由16小组串联构成,而每小组有444节电池,算下来一共有7104节电池。 这个电池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18650型号,为日本松下生产,如此多的小电池,如何保证充电和放电的统一性,保证不高温,特斯拉也煞备苦心。 例如,每节电池都有保险丝,另外还有总保险,配置冷却液管路,采用可承受600伏电压的专用电缆,但事实证明,特斯拉过于追求性能,碰撞后起火的案例并不少。 值得一提的是,特斯拉Models每个电池组,都有独立的管控系统,业内称为BMS,主要功能为数据采集,能量管控,温度管控,安全防护等。 这套BMS系统也是特斯拉的绝对核心机密,能够高效率控制每节电池的充放电,并提升电池的效率和寿命。 看到特斯拉Models的电池结构,大伙纷纷称赞,这车卖100万针不贵,技术的复杂程度,是其他车器无法模仿的,所以特斯拉才能一支独立。